纽约长岛生蚝节 是美东地区一年一度最大的生蚝盛典 1983年开始举办 今年已经是第39届了 这里是长岛牡蠣湾小镇 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吃生蚝的好地方 因为这里盛产生蚝 时隔三年再次回归 预计此次活动会有15到20万人涌入小镇 大雨 我们で来到这里 新疆 大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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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雨 大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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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小工艺品集市 有古色古香的耳环饰品、装饰品、香薰、肥皂、蜡烛、蜂蜜等 现场购买小商品的费用都要捐献给小镇慈善机构 生蚝节特有的赛事之一就是吃生蚝大赛 最高纪录是2分05秒之内吃了40杯蒸蚝 那么每一杯里面有12只生蚝 还有就是撬生蚝大赛 4分钟之内撬好57只生蚝 这就是记录 工具要自己带 也就是说要自己想办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岸边还有仿真海盗船复古表演 模仿18世纪战船四处征战的情景 跟孩子们互动 勇挺好 对 我对 你说 这个 他只猜猜你 救命 一二三 三 一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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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